警方于25日晚间接获民众报案 在前镇区德昌路段某汽车保守厂发生火警 警方获报后与消防队辞赴现场 警方在现场交通管制协助消防队救灾 屋主在警方到场前已自行扑灭火事 目前起火原因由消防队调查见识中 现场除轻微财损外并会造成其他灾情 前镇警分局在此呼吁市民朋友 工厂或住家平时应备妥合格灭火器或安装住警器 以免发生火灾时可以及时保障身家安全